张飞豪情万丈皆是九如命的莽夫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 历史上的张飞真的是这样的形象吗 肯定不是 史书上面并没有提到张飞的相貌 但是我们可以从侧面来推测 三国之记载 张飞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刘缠做皇后 可见张飞女儿相貌并不丑 毕竟在古代选嫔妃的时候 对相貌还是有讲究的 一般来说女儿长相随父 所以张飞的容貌应该算还可以的 这一点百家讲坛的乙中天先生 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仅如此 张飞还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 历史上的张飞出身于书香门第 家族比较庞大 家产也很丰厚 屠宰行业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行业 张飞的性格虽然很暴躁 但是她非常的尊重贤士 对于君子也很敬佩 据明代卓尔昌画随缘泉记载 张飞不但喜欢画美人 书法上更是擅长草书 《丹谦总录》中记载 弗林有意刁斗名 上面的名文就是张飞所写 而张飞所佩戴的刀 以及立马名上的字 也都是张飞所名刻 原代画家吴震曾做诗 对张飞的书法进行了高度评价 说魏国的中游 吴国的皇相在书法上的造诣 恐怕都难及张飞 据传张飞还会做师傅 他训有真多山史 有感而发 写下了真多山游记 王芳平才要慈善 众子歌欲如山剑 写 住宿方行张飞 还有一段离奇的姻缘 据魏略记载 建安五年 十八从那年十三四 在本郡出行侨彩 为张飞所得 非知其为良家女 遂以为妻 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详细剖析 在此不多介绍 张飞的武功来源关于卖造 张飞杀猪 何以有盖世武功 如果张飞的主要职业是杀猪 那么杀猪要用杀猪刀 这杀猪刀虽然和张飞的兵器不同 但技术特点一致 杀猪时不是用杀猪刀砍 而是筒 所以本质上杀猪刀不是刀 而是和毛类似奇具 猪杀死后要去毛 去毛钱要给猪冲气 使皮肤绷紧 通常做法是用铁签 从后体一直捅到腹部 然后拔出铁签 往腹部冲气 当时那年月打气筒还没有问世 张飞只能用嘴吹 铁签就是小号的长毛 所以张飞自然选长毛做武器 多年杀猪生涯时 张飞变成了灰舞 长毛如探囊取物的盖世武 因此打起仗来 总是能如入无人之境 另外长期给猪吹气 张飞也练就了巨大的肺活量 所以才能在声弱俱累 这世上很难找到对张飞武艺的介绍 因此我们也就只能这样猜测了 可见张飞武艺绝对高超 张飞的战功由于大家对张飞的战绩都比较了解 我在此一笔带过 小配聚曹 聚水断桥 意识严严 大破张河 这都是张飞的战功 别的先不说 就说打败张河这一项 不容易 陈寿怎么说的 何时变量 善处迎臣 料战是必行 无不如计 自诸葛亮皆但知 张河的文涛武略 连诸葛亮都聚三分 他曾经识破过诸葛亮的进军路线 也曾两次与动物交战 小有斩获 其实张河不是在后期 才逐渐显露头角的大将 早先他在袁绍手下就干得不错 可惜袁绍没能重用他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三国志 张河传 张河在三国演义里 也被压低了一些 跟张河这样的将材打仗 你想凭运气侥幸得胜 这几乎是做梦 张飞有真本事 张飞的死因也是众说纷纭第一种 正是记载死于范墙 张大之手 张飞的死在三国志有明确记载 但记载得非常简单 三国志中分别有两处 提及张飞的死 一处是在《蜀书仙主传》中 张五元年六月 刘备以子勇为鲁王 李为梁王 彻其将军张飞为其左右所害 初 仙主奋孙权之席关羽 将东征 秋七月 岁率诸君伐吾 这里只是用了叙实的手法 写了张飞被害的事实 先说张五元年六月 刘备分别封两个儿子 刘永和刘里为鲁王和梁王 同月 张飞被手下所杀 接着说七月刘备率军进攻东吴 另一处在蜀书关张马皇赵传 终交代得稍微详细一点 与善待祖五儿交乌士大夫 非爱敬君子而不许小人 仙主长戒之月 轻行杀机过差 有日边窝见儿 而令在左右 此取获之道也 非由不迁 先主罚吴 非当率兵万人 自浪中会江州 临发 其帐下将张打 范强杀飞 持其手 顺流而奔孙权 第二 江东暗杀论 如果历史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的话 那张打 范强只不过是两个枪手而挤 他们背后应该有更隐蔽 势力更强大的黑手 黑手是谁呢 西方法律有这样一条原则 就是当犯罪嫌疑人无法确定时 犯罪结果对谁有利 谁就是犯罪嫌疑人 张飞的死显然不是对张打 范强最有利 而是对东吴最有利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孙权和陆迅就是杀害张飞的始作勇者张飞之死 真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东吴夺荆州 杀关羽后 知道无数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由于孙权与刘备曾经长期合作 东吴人对刘备的家底以亲而出 当时关羽一死 张飞便是当时刘备手下最勇猛的战将 如果战端一开 对东吴威胁最大的就是张飞 孙权为剪除刘备的臂膀 采取暗杀手段 通过收买张飞不将 杀死了张飞 假如当时张飞不被谋害 无数战争的结局会是怎样呢 张飞是否能看穿陆逊火烧连营的计策 而劝阻刘备呢 历史虽然不能假设 但我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不同的结果的 江东暗杀论第三 诸葛亮兄弟暗杀论 正如文史作家赵丹阳所言 现在研究三国的人 为了争取血痛 华众取宠 他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黑诸葛亮 好像什么坏事都是诸葛亮干的 法正为什么英年早逝 也是诸葛亮害死的 彭统在演艺中怎么死在落风波 也是诸葛亮害死的 马朝怎么死那么早 也是诸葛亮害死的 按照他们这个逻辑 张飞当然也必须是诸葛亮害死的 问题是刘备不傻 刘备比想象中要老摩深算得多 岂能眼睁睁看着诸葛亮 设计害死这么多人 再说了 诸葛锦是什么人 诸葛锦的老师 韩后 在江东出了名了 这种事他干不来 此外 诸葛锦在江东是什么位置啊 比顾 陆 朱 张兜迪 甚至在布置后面 他能做得了主吗 他如何接应你 这么大一个外事活动 诸葛锦玩不起 第四种 说是刘备害死了张飞 这种说法更荒诞 根本不值一搏 这个观点的理由只有一条 说什么功臣末路断头台 我想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三个问题 其一 都说 高鸟进 梁公藏 狡兔死 走狗烹 韩信是什么时候被吕后害死的 项羽死了以后 现在曹魏 孙吴都在 环顾四下 南蛮未平 京楚未富 这个时候杀了张飞 是不是早了点 其二 蜀国的建立是在四大集团互相让利 团结协作的基础上建立的 荆州市人 东州集团 一州土著 西凉萧起各怀几间 有的跟刘备亲 有的跟刘备远 刘备这个时候把自己人杀了 其他三大集团一旦游警 肃反工作谁来做 其三 刘备在张飞死后不久 就发动了为时半年之长的 一陵之战 在战争之前 砍断自己一条胳膊 是什么意思 这种回事 是什么意思